东西穿我赞成 我认识是 那一块带我不吃不喝 家常买穿的 有合适的就再贵 上万块别买不起再买 再钱也买 万把块的衣服说买就买 如此豪气宠老伴的大爷你们见过吗 杂瓜卖铁也要让老伴穿得光鲜亮丽 今天的白发老大爷可不简单 回清华73岁 退休金2.8个千 名副金师的艺术家一美 是著名书法家齐白氏的头尊 接下来就让老铁们听一下 艺术家的择偶标准 就信仰的十一十一 拿人心对了别人 十一十一 艺术家就是艺术家 这句话看似简单 实则很有水平 随后红娘就找到了黄大妈 咱就说光看这面相 俩人年龄都错不少 黄美菊63岁 退休金2.7个千 这俩人光年龄就相差了十岁 那么回大爷能否和黄大妈 擦出爱的火瓜呢 一感官还行吧 挺活活的 别的没啥就是觉得大爷个有点矮 你懂啥大爷之叫浓缩的精华 咱回大爷不光绘画方面的艺术造诣高 吹拉弹唱更是样样精通 还和著名歌唱家蒋大为 做过师兄弟 这故回大爷已经迫不及待 要给大妈展示才艺了 我等待着美丽的姑娘哟 你为什么还爱不到来哟 只要哥哥你来心里等待哟 这俩人你一句我一句的 切磋比是起来了 这小气氛不一下子就上来了 俩人一阵商业互捧 黄大妈也是个爱热闹的人 没事也去跳跳广场舞 说起跳舞回大爷也是有花严全的 你看我个不高 我跳舞我是王子 还有一场这一块二道这群 那是我多肉头 二道头子一条街 打听打听谁之爹 大爷哥这嘎达高低也算上是舞王 这不妥妥全能行选手 这俩人兴趣爱好说晚了 还说说生活上的事了 听这礼仪的话 都有一个宗旨是为了家 大爷这边对未来生活 还是满怀期待着 只要回到家老伴在等着 大妈随便咋玩都行 这影响夫妻感情基础上 你愿意咋玩咋玩 看来大爷不只注重精神层面 更看重后老伴能否她是过日子 接下来就到大妈提要求了 人家有个担当的 有宽宽 大度的那种 你不能像女人似的 什么事紧紧计较 今天买的吃花钱心疼 明天穿两件衣服 你才心疼 但你还有啥意义 没有意思了 你这个限制 那有限制 那跟你过来不累 黄大妈不喜欢 爱津津津计较的男人 觉得老爷们就得敞亮点 回大爷这边对此又有啥看法 这个是 那一块大爷不吃不喝 让他买错的 合适的就再贵 上万块别买东西 咱买 三千就买 哎呀大爷这属实敞亮 万二八千的衣服 是说买就买 看看也就是大爷 三四个月公子而已 黄大妈说了 自己不是物质人 不是天天就花老头钱的人 自己买衣服啥的也全靠心情 乐意买了可能多卖两身 不高兴了谁买都不要 这种想法也受到大爷的认同 他说是道理 也是大爷大妈都这个岁数 不就是咋开心就咋活吗 高高兴兴过好每一天 俩人越来越开心 红娘都觉得这俩人要承担 不料这是黄大妈对大爷的经济状况 以及未来生活产生了担忧 你再也可以的话 你经济状况两天多块钱 我的工资才两天多块钱 你说他都两天多块钱 到一起肯定要紧张一些 大妈觉得这年纪不能只为了吃饱多 如果两个人生活过得还不如单身 那为啥还要结婚呢 一顿操作猛无虎 一问工资两千五 不过回大爷这边就很大方 表示自己的工资如数商交 让女方管理 来人过日子吧 就是谁呀 一切经济条件都是女的说了算 男的别管 你好好的你爱他 谁说没有亏时 该说不说大爷的情商也是不低 只要老婆开心了 自己就有好日子过 老婆不开心全家都刀养 随后俩人又落到了吃饭的问题上 想吃无论做呀 我现在就像方便面 咱们就是方便面 这一月吃多少像方便面 大爷也想吃怎样不会做啊 以前都是老伴照顾自己 自从老伴这日以后 孩子也都成家忙事业 自己的三餐就是靠方便面为主 这退休在家也没啥事 可手机上都是叫做饭的 好歹学一个两个地 还是就等着找好老伴来给你做饭啊 再说你不会做的话 你肯定在吃的方面肯定你你不能 没有那种心气 这个你下个等老都费劲 你也不好意思 让他去 大妈的意思是想找搁合自己 一无二人三餐四季的生活 没事在家鼓到鼓到吃 看到大爷对这方面完全不感兴趣 就让大妈感到新娘大半截 我找一个就是说能各个方面能呵护我 能包容我 咱也不知道大爷这话是说着玩还是真的 大爷咋说我们就咋听吧 不过大妈这边也说了 自己就喜欢双方心甘情愿的付出 不是为图对方个啥东西而在一起 这也是不喜欢脏嘴管人家要什么东西 不喜欢我喜欢就是心甘情愿的那种付出 我不喜欢什么药啊 这么多不喜欢 所以我崇拜不说脏嘴管谁要什么东西 大爷这边意思就想等自己老子 让大妈伺候自己 这俩人矛盾就来了 红娘还想让他们留下联系方式 大妈这边是直接怕赐料 原来是不处理的 但是就是感觉到怕生活在一起 有带狗 行动方面还是灵敏度方面好像 这场相亲最终失败 失败是成功的娘 接下来红娘又安排了一位大王 这个大妈又能否把大爷伺候明白呢 一年都散着半半的 加散着古董生的 全鱼和老伴 不搞点而已 这个大妈叫王女华 66岁退休金两个千 俩人刚见面大妈就受不了 回大爷这浓缩的肉体 大爷这边对大妈意向还不错 还是决定坐下烙仪了 身高不够才华来凑 他点放的拿出来我的老本行秀秀 这个画了能有一年吧 现在在人民大国堂挂着 人民大国堂民族厅 回家够奖金钱了 给他几万块钱奖金 大爷可是活得国奖的人 小样你还瞅不上我呢 这下把大妈给吓得直言 自己不行 就看一个那 在学问上就是很有表点 我不信我没有什么话 对付女人咱回大爷 还是有一套的 不过艺术家也有短板啊 哪都好就是不会做饭 没聊两句大爷就先摊牌了 试图获得大妈的怜悯 不贵色吧 方便面 方便面是我属食 太痛了 这不就拿出大妈了吗 不过接下来俩人在饭菜的口味上 又发生了奋疾 不过这些都是小事 一几三餐吃泡面 夜半孤独才让人更受不了 老伴去事后这三年 大爷除了睡觉吃饭 其余时间不是画画就是唱歌 大妈这边也是感同身受 两颗孤独的心碰撞在一起 这不就成一大半了吗 接下来就该落点正事了 一年都长得半爸的 我是这样想 就是给他留点钱 这家产就古董成的 跟给后老伴 大爷这边十分敞亮 除了每年给后老伴存过何钱 等自己哪天家贺喜去后 这房产还有古董自画都留给大妈 不管他是变卖也好 自己留着也罢 大爷表示所有权都交给大妈 要是假设你要是没了 我就找我儿女 我连房子都不要 对钱什么不是那么 不在意的 我主要是在于人 人要好好看明信 别的顶不顺便 这不就妥了吗 俩人都不咋看重物质 只要俩个人能不好 和和睦睦的笔啥都强 最终俩人决定留下联系方式 准备下了节目再资料 这艺术家相亲也不容易啊 回答也都是逐吃乃劲的 终于打动了一个老太太 希望这俩人能好好度过余生吧 人老了确实怕孤独 看到这七七想对各位老铁提议 没事了多回去看望看望父母 不要等到自育养而亲不戴事 一切都为时一晚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先更新到这 喜欢的老铁长按点赞支持一下吧 爱你们摸摸啦